吃完了餐前麵包 還有手工燉的茶 喝過不負擔的話 可以喝烏米哦 因為我還要吃兩根 烏米還有 色爪糖椒 記得把烏米吃乾淨 然後剩下的烏米的話可以擦手 可以保養手 手就會嫩嫩的很棒哦 我有時候還會擦保養 好 好